海巡舰艇上的大型投射灯 全都对准前方那一艘中国籍渔船 我国海巡人员对渔船不断广播 对方就是不愿停船还一度蛇行前进 海巡舰艇加速紧追终于追上 三平海巡人员冒险挑上中国籍渔船 要求停下来 海巡舰人员冒险跳上中国籍渔船 这一艘渔船上更有13名中国籍船员 他们趁半夜开到台中外海越界捕捞 海巡巡逻发现他们时才刚洒下渔网就被抓 海巡在渔船上搜出7公斤猪肉 为了防止非洲猪瘟全部销毁 而这已经是九天来第二件中国籍渔船越界捕捞 海巡怀疑中国渔船趁九合一大选期间 以为全国上下关注选举 海上防卫会松懈 因此趁机越界 没想到海巡反而增加巡防次数 成功维护我国渔业资源 华市新闻时报红天辉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